跟各位报告我们有第18个确诊的案例 9号下午召开记者会 陈时中表情严肃宣布国内再增确诊病例 2月6号公布的那个到欧洲的夫妇 那今天他另外一个儿子 原来2月6号北部一对50多岁夫妻确诊 一起同行的大儿子 2月8号被验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只隔一天 另一名同行的小儿子也检验确诊 成为台湾第18例 这也是第一起一家四口都感染的病例 虽然他这儿子一直都没有症状 但是我们裁剪是阳性 指挥中心调出这一家四口 上个月22号全家前往意大利旅行 2月1号从香港转机返台后 父母跟哥哥陆续出现症状 但弟弟始终没有症状 检验却呈阳性 也是全台首例 无症状的确诊个案 未来我们对这样的裁剪 对亲密接触者 可能是不是考虑就是说 扩大我们这样的一个裁剪的对象 而不在意就是说 有没有症状 才来採 全家人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这期间哥哥上班 曾接触11名同事 新增个案第18例的弟弟 没在工作 但曾外出访友 一家四口共接触78人 包括这家人搭乘返台的航班 指挥中心也要追踪 我们会针对他的前两排后两排 那会拿到这个叉单之后 如果说是属于本国人 我们会持续的追踪 指挥中心推测 这一家四口感染病毒源头 可能在飞机上或转机的香港机场 都不排除 将持续追踪接触者状况 不过也有好消息传出 目前已经有六位病例 最近一次裁剪都是阴性 希望能陆续康复 接着陈志芬洋相遇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